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莉娅 今天是我司马尾游玩流程实况录像的第三期 我会接着昨天的进度继续玩下去 先进军大西北 然后再拿下西北之后呢 就会考虑上落的事情 但很多思考和反复操作以及纠结的部分呢 我会稍微剪一下 以后录完了会稍微剪一下 这样让大家不至于看起来太无聊 我这是先开一个会 将任意人物一致下列的地方 好了,我这边就随便起一队就可以了 就把这个新招进来的天才姐姐拉出来 好了,这边完成 这边呢有这种开会的任务呢 大家记得都要尽快做一做 因为它会得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buff 一般持续五回合左右 好了,我昨天这个就是天才姐姐牺牲的队伍 我这边可以稍微换一换 这个脾气不好的姐姐 我是准备一会把它给开掉了 因为她一直闹 我已经花了很多钱给她升官了 有何打算 在天才姐姐要下回合才能招出来 那就等一下吧 这是惯例的外交时间 和平 这个弗灵王变饼了 他想跟我和平了 现在 31.5 看看他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 其实可以把他的巴东铁矿要过来 因为反正这下面我是肯定自己是不会去的 然后呢 我弟弟也被我穿着跟他开站了 那我把他的巴东铁矿要过来 弗灵那边就我弟弟自己去站吧 我跟他停站的话 我弟弟是不会跟他停站的 所以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东西 要个东西过来 有任何烂东西都能要则要 最后都拿去给禁地过 好 直接停站了 我弟弟你自己去吧 弗灵 我就不下来帮你了 我好像有一件事情一直忘记做了 对 这个我们得拉一下 这个税率拉高一点 因为我这个派系 其实是需要刷一下狂热纸嘛 这个徐炎 然后我要去弄它 这个安定一定要全部拿到 又升了 真能升 这公孙红啊 忠诚度非常高 这个是我初始自带的天才军士 哎呀 有什么升级啊 其实这家伙我一直留着 因为他是我初始自带的一个庭城嘛 所以现在没什么试作 但我至少可以确定他不是一个细作 所以呢 说不定什么时候他撞钉就要拉出来了 然后这个 刚刚招进来的天才姐姐 满意度非常低啊 而且这个技能数是走下面的 这个是适合做太守的 我准备把它换到我的二队来了 我准备把它换到我的二队来了 这性格还非常合你们三个人 给他弄点 好一点的兵吧 图示机首先带一队 然后普通物件手 这个补元素率确实很厉害 这人物都加15%了 不过这个基本补元素 走出去看一下 啊 基本补元素率降低了 这等于说我们大家平时还是驻扎在城里的话呢 这个基本补元素率会高2% 有的时候可以考虑到这一点 原来这个外交 有的时候都交到我快打瞌睡了 但没有办法啊 诶 有东西 看来那个成都贾将坊 是不是被他拿到了 我怀疑 不知道我弟弟到底在干嘛 这个有东西呢 一定要优先把东西要了 哪怕给他点钱 用这些东西可以加倍的 在禁帝国卖回来 那个钱 大哥 东西来了东西来了 所以说看来啊 其实跟禁帝国开战真的不太好 这个卖东西的机会就暂时没有了呀 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一会儿西北拿了之后 就直接 要点回合金 既然大家都说应该要回合金 那我就要点吧 因为现在暂时没有太急用钱的地方 因为急用钱的时候呢 我还是就直接要现金了 这个回合金呢 后期你钱稍微 不那么紧张的时候 你就可以多要一点 哎呀 出判军了太好 赶快招个军队出来 一般说来一个不起就可以搞定他们 其实你要是满员的话 一个不取都不用 差不多四个兵牌就够了 这样可以刷狂二指 好来下回合 所以这个禁帝国的问题呢 我是准备一会儿西北打完了之后呢 干脆直接就冲到中原或者河北去 把那边的人给揍了 然后拿他们的地来 来跟禁帝国换这个西北这边他的地 哎呀 辩饼死了 我弟弟真给力啊 所以这个跟我的想法一样 就我这边跟辩饼停战了之后 我弟弟就自己打进去了 非常好 那我得赶快找这个辩饼的遗孀 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的什么东西给要过来 清判军这个之后我就会直接剪掉了 这个将会有无数的清判军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然后这个清完判军就要点钱就好了 那追一下 追一下这样又再多一点点狂二指 六点刚刚三点 就等于说我清这一勾判军就刷九点狂二指 哎呀 在随机给我来了个大众脸 那在现在拆那个丞相的兵之前 看给他换一点好一点的 这样以后招出来之后就 不会全是这些一百八的冥工了 你换成普通弓箭手 你这个确实比弓箭冥兵的数值要高很多 速度和士气方面都好很多 这个伤害也高一点点 来一对弩手吧 来一对弩手 好了你回去吧 你回家去休息吧 好了先上去吧 一会儿就去把硕方盐矿打了 我这个派系的移动距离实际是太厉害了 在沙漠里面跑起来根本没有感觉 这可能是没路的沙漠 可以安插细座了 这细座应该就是刚刚自己跑来的 那随机大众脸吧 去哪儿呢 这个其实不应该安插到 近期会给你产生纷争的排斥 可以安插到一个那种 你在未来很多年之内 都应该不会打的一个排斥里面 而且比较大的排斥里面这样有意义 去我弟弟那儿吧干脆 去偷窥一下我的弟弟在干嘛 真的是有点变态的一个地控 大哥你想把你的东西卖给我 他仓库里应该是衣服太多了 居然想卖我两万多 这十回合的两千亿 这个大哥我这边只生产 不负责收啊 不是天才 这又是一个加正倾向的随意事件啊 但这很好玩啊 他叫我 问我想听三国志哪个人的故事 那肯定是吕布啊 我的实力派嘛 奉献大人 ホセ様 看看人 你们谁身上有衣服 有衣服就来没衣服就滚 好了 眼眶外 这个太舒服了 真是一回合就跑上去 随便就跑上去 略处上风 但我觉得我这边第一只 有一个投尸剂 先围着吧 在等西北这边心情解决了 我就跑去中原大杀特杀了 之后多手操几把 先把西北这边弄下来先 哎 渗透进去了 这个弟弟那边 弟弟是可能没什么防备对别人 太容易就渗透进去了 巴东这边也要了 赶快提前先出 这果然出了 因为你看到那个提示 他快出叛军的时候 提前招出来 这样加上我这个补人速度呢 等到叛军真的出的时候 我这边就已经补得很满了 其实呢 你带三到四个兵牌都够了 都不用带一个满的不取 先撤 然后汉中这边赶快招个随便招个 哎有闪 给他换一换 换点肉 这个带盾的毛饼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肉 巴东铁矿 这边也要出了 也随便招 你去吧 这个系座姑娘 庞皮秀 我后来才意识到 他好像是 禁帝国老大张华的老婆 他在我这边 已经给张华生了个小孩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 你把你老婆是派到我这里来当戏总 这个孩子生在这边算谁的呢 他居然不出来打我 真的 这很不要脸啊 你都已经开始简言了 你看我都把你围成酣畅大胜了 你不是自动就把你搞定了吗 现在节约了我手操的时间 全死 这个盐矿啊 其实是这游戏四种矿里面 就是基准收入最高的一种矿 这是比玉矿和铁矿 还有铜矿收入都还要高的 所以说这个食盐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必需品嘛 人民的 在古代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东西 爸爸我又来了 您的妻子被我们照顾得非常好 您看你要不要给我一点礼金 现在这东西已经变成四千多了 快五千了 一件银甲卖快五千 我觉得我不应该去跟金帝国开展 我应该西北这边能收的地方 收了之后就整个冲到河北去打人 打下来的地就跟金帝国 把西北这边的五威什么的给换下来 还是工具不贵到死 而且这主城不在我这 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以后可能哪天就 心情一好就给我的弟弟了 好了 这下中间这边我都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五威就跟我刚刚说的嘛 这个到时候我到河北去大沙特杀一番 然后跟金帝国换地 看看金帝国现在收集 跟我一堆协定 这个 我先看看一个地大概卖多少点 哎呀这个点数不错啊 20.6 这个完全到时候换个地 换两块给你就可以拿过来了 那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行的嘛 我一会就去搞我的叔爷爷司马伦 现在先把最后的硕方给弄下来 在一个许首厂一个马场一个荒村 这个是两个四千块再一个八千块 花一万六千块把他给先占下来 因为硕方是我西北最喜欢的一个剧名 这个地理位置真的是太好了 我来偷窥我的弟弟啊 哥哥是关心你的 看看你在干嘛 这一群人都不认识 看了也没什么感觉 巨爽 他到底是有多爽 这家伙果然不满了 这个新来的天才大姐 这肯定是禁帝国来的西座 我想跟你升个紧 反正我不让他带队 也不让他去暂时帮他做太守 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这个我跟禁帝国也没有再打仗的话 你在我这边当西座 你能干点啥呢 就跟禁帝国关系正了 好了 再给你学一下 这个 言无常信就言无常信吧 不管了我已经不想管了 他完成了一个开会的任务 他非要沿着路走 这个 两回合就过去了 这个跑得非常快 之后等我把 等我老大那边那队把支援给学了 估计会跑得更快 到时候看看到底有多快 好了 这个脾气不好的军师姐姐 这个从昨天烦我烦到今天的人 你可以滚了 你做差事也不让你做 你就走吧 到时候我让我的储君老婆去做 对啊 你看我老婆跟大家的关系还挺好的 这个天才不满意啊 这个司马安金 司马安金去吧 这样那就他去多个剑吧 因为这个司马安金我是要培养的 因为我可以很确定他不是一个戏作 而且他是天才 因为他是他的主家司马瑞被灭掉了之后 他应该是司马瑞的老婆 然后才到我这里来找工作的 所以这种可以确定不是戏作的 还是天才的 肯定得好好培养 这个汉中这边修手工作坊 因为这个手工作坊 你不要看它是工业建筑 它对于商业收益的加成非常高 所以这个工商工商嘛 一起发展是最好的 看看这回合的人 谁身上衣服可以拆 诶 这家伙有影响 过来 这家伙有 过来 你也过来 特性还行 这个 这个技能树走的可以拉撞点拉出来 干点事 那我先不扒你的东西 那我现在说什么要用人 先放一放 好 这家伙你可以走了 你还不满 你还贪婪 这种贪婪的特性 我是优先会辞掉的 这种的 天到晚就给我闹哄你 好 你滚吧 这衣服再拿去卖四五千块 开心的很 嗯 马上卖你经历过 这两件铜甲都五千八了 还是个非常整个书 对呀 一会儿我有更多东西要给你 大哥 一会儿你还有地会给你的 大哥 我这边 再把刚才那个撞兵给起出来 把你的兵都给去掉 你就一个人去帮我站 一个人去帮我站荒村 这沙漠反正跑得快 现在这回合金也上来了 非常好 这个安定可能要出叛军了 果然出了 嗯 里亚同龙了 这个安定果然出叛军了 我这个 二队在打农庄之前 你先下去帮我评个判 你先下去帮我评个判 消灭敌军 直接去农庄吧 你看你家伙一回合就能跑上去站 这个派系的这个移动距离 我不管说吹多少次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赶快升起熏肉厂 你给我出点马 先不说卖不卖的问题 我这些马真的跑得慢到死 哎呀 好了张大嫂你去吧 好了回家 这边要出叛军了 你给我出来 其实我这个重新部署啊还是蛮贵的 因为现在三大佬里面只有 司马尾会屈身嘛 然后这个重新部署的这个费用还是没有减太多 这个以后想办法解决一下 给你拆两队啊 这样便宜 这个四个人是够了的 因为我补原快嘛 就赶快研发这个加补原啊 这个补原堆上去简直舒服死了 真是浪费时间 要东西要东西 先优先有东西优先给我 其次我们再谈钱 那我这个利会的 就是伸着一个手要钱的动作 都给我 都是我的 连要不到钱的我都懒得跟他签 这个司马安金 刚刚说了的这家伙要重点培养 现在才一级非常的尴尬 你这特性 除了天才以为其他特性也很不错 你穿个衣服 算了还是脱了还是脱了 你衣服拿去卖钱 你现在反正也不去打仗 在后方 随便干啥 张大哥 我又来了 你把我大哥照顾的可好 反正你老婆在我们这边是挺好的 要回个金杯 我急用钱的话 我还是会要现金的 现在也不急用钱 身上钱还蛮多的 但是我刚刚跟人家签了一堆合约 啊弟弟 你就自己去吧 你连那个人都搞不定吗 你连他这么一点点地都搞不定吗 这个你不好意思啊弟弟 你也不需要我帮忙啊 你那么厉害啊 你看这金帝国有满边上来 他也想去占我的树方 不过这个金帝国的满边啊 就经常满地走到处跑 这还有两回合 虽然真的是跑得跟飞机一样快 但这个距离也太远了 大家看他跑了多长距离 跑了多远 这马场也差一点点 这个更厉害 这个是完全没有路 刚刚那还有条小路 这里完全没路 直接沙漠这样 横穿大沙漠 哎呀迅速唱赶快的 怎么还没给我出马呢 讨厌 诶这送贵好像可以 3.3 可能要的东西的都 签一下 签也好东西也好 反正给我点啥 不然我就不签 诶这态度加挺多的真好 你又来了 三次了 弟弟 人家禁忌国不愿意啊 诶我粮食怎么敷了呢 应该是我可能有什么 那个主城升级完成 占了一匹 这个反正肯定要朝实力那边走的 就跟司马唱减二十 减呗 到时候我心情好了 去掏河北之前 先下来把他给打了 诶这不就在我屁股后面 看这个 跟我小弟还在做贸易 这没关系了 小弟生气就生气了 哎呀又有衣服了 嗯 这家伙明智 诶不过这不错 减少渴求高位的惩罚 这种人呢 扔在庭里面呢 一般说来是不会怎么闹的 这种可以拿去做拆试什么的 如果你要闹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细做了 我自己选庭城的话 比较偏向于选那种 有减少渴求高位惩罚的特性的人 这样他比较不容易闹 过来看弟弟 这边我什么都不干 我就是在那边偷捆一下地狱 马场是我的 这样慢慢把马场拿到的话 我这个铁骑啊 到时候就可以便宜点招便宜点养 你怎么又闹了呢 这好烦呢 等你站完这边 我可能就把你开掉了 先升个管 东西你先别拿 我拿去买 你就这样给我光着身子去占地方 迅速场赶快 赶快 赶快 赶快升马 哎 有马了 先不起 这样 好了 接下来应该就不缺量了 暂时不去 略处上风好烦啊 自动了吧 不想攻城 这个二队 这个二队 我现在对于使用这个二队 已经有点阴影了 因为我主队再去河北那边手工杀人 还是有些用处的 那个 这个天才 极有可能是细作的天才又闹了 给他翻官 可是我自己这边还有个天才啊 就我这个天才 应该不是细作 因为是没有工作记录的 所以 我肯定要优先照顾我这个男天才啊 你就先给我忍一忍 去荒村吧 这个禁帝国也在这儿 他应该也想去站 但是他肯定是跑不过我的 他这边开着急行军 都不一定跑得过我 那没有关系 我的西北之辈 能打的能站的 马上就要玩了 这个弄完了 我就要去黄河北边走人了 如此慎善 再过来看看 你禁帝国这边 你虚目常卖多少钱 14.3就更便宜了呀 这不两件衣服的事吗 太好了 我安定这样就齐了呀 不行 3000块 再给你3000块 反正一会就卖回来了 真令人愉悦 好了 这下暂时不切凉了 这个安定这边 两个农业资源点 是挺不错的 好的继续 看一下有啥事发生 哎呀 我的特性 司马仪 这个应该是我的孩子 你知道有的时候 小孩子就会得到一些特性 所以你这边拍戏 很多时候 小孩子成年的时候 身上已经有四五个特性了 这其实也挺好的 我得个天才是最好的 下回合 这边又出叛军 雀场你想独立呀 八王 你这个我重庆的地方关 这个是不可能的啦 大哥 不可能的 我这个是不可能让你独立的 这个小队独立 统统不允许 对你们那么好 还要独立 这些人真是够厉害的 都去打禁忌国 我们这些都是去舔禁忌国 还来不及 这个禁忌国 这个肯定是跑不过我的 这边 哎 张华 哎呀你居然不在首都啊 你自己一个人一天到晚 在这里巡视四方吗 带着满边到处跑 这边评判评判 一会儿当我开始打黄河北部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税率给拉低 可能现在就刷个黄二池 我等信念如一 这便是上天的恩赐 他们受的苦也够多了 天资过人 又跑来一个随机大众脸 发动农民 这也太好玩了 你这个就自己过来 你要毛遂自荐 还是要经过主公同意啊 你就自己过来做工啊 很平衡的人啊 身上也不给我穿件衣服 一会儿把你开了 你在干嘛呀弟弟 你还没把湖南猪打下来 这弗林有那么难打吗 你只是狼而已吧 暗定这边还是得叫人出来评判啊 那就张大嫂去呗 你知道我刚刚在上面看到 我刚刚在上面遇到一家老公了 我要视察一下他们的货物 诶这是刚刚我扒衣服那个家伙 司马秀 滚吧 我忘记刚刚忘记叫你走了 刚刚自己跑来的人 你也走 哎呀我的安定啊 看着心里就很满足 修官房 这边这个工农菌 汉中誓死也修上 哎呀我的马场 你赶快的 快速建造直接升 我这边到时候第一队要重启了 我这边老大身上多着急 铁骑 好啦下回合 你也想独立啊 这些小弟一天到晚都怎么了呀 别说通通不准的 通通不准 你不开心 你有本事就打我 我看了也没那个胆子 哎呀又生了 张大嫂又在我这里生了个孩子 这边还在打兵呢 均匀力生呢 你说这个孩子是怎么怀上的呢 难道张华平时 晚上偷偷跑到我这里的均匀力来 夜会老婆 你俩根本就不在一个地方了 看来这个禁帝国这个张华 肯定偷偷晚上都跑到我这里了 好啦回家吧张大嫂 回去看孩子去 那这孩子长大了 照理说应该都是在我这边 都会在我这边长大 到时候都会成为我的庭城 然后我的火天才 走上面继续走上面 啊 竹编坊三级终于可以了 你们这些地方都是我的提款机啊 这什么服装厂菜刀厂 你让我完成啊 一会看看要不要把你开掉 我这边最后平个盘 之后我就要把税率拉回来 立即建造 再来 舒服 我现在这个西部和西北部 已经搞定了 这认为正好就是让我去平盘 暴力割头 也不知道一根长枪是怎么把人的头割掉的 好 任务也完成了 这边留屎你回家吧 到时候我二队拉撞顶 你可能会得出来一下 安棕小姐 这个玩具就是去坐太守的 那你就继续按照坐太守的方向走吧 送你个玩具玩让你满意一点 还比起建造 说坊 这个说坊以后收入会蛮可观的 这边有盐框 组成还有个鱼弯 去看看能不能问 禁忌国张大哥再要个马场过来 用东西给你换 反正东西在他这里之前 哎呀 这里有两个马马 哎呀刚刚好 刚刚好 真令人愉悦 再下我两个马场 而且你看真的他马上就已经 他已经给我生满了呀 这个换过来之后都不用花钱建设了 哎 这司马唱跟我关系一般了呀 我干脆去 黄河北部之前先下来把他给掏了 不然一直在这里 这个香阳这边拿了之后 我心里安心一点 江陵 江陵拿了可以给这个白圣亭 因为跟我关系好吗 这样他右边还是我小弟 决定了我先下来打你 我先下来打你 免得你一直在我上楼旁边 让我看着心里不舒服 打完你我就去黄河北部 搞我的叔爷爷司马伦 就是我随意事件我跟谁的关系加深 这个就肯定跟我的小天才嘛 这么安静嘛 谁叫你是天才 好啦 就张大嫂子去评个盼 我之后要把税率拉回来了 因为我是真的要去打仗 正义必胜 我等应设宴庆贺 对他们严加处罚 恐怕颇为不易 我变得更为真实了 哎呀你升级了 你好不容易终于升了一级 大人有话直说 有话直说啊 我想问一下你老公的近况 我想问一下你老公平时是从哪溜进来的 你给我跑下 下面一会可能会再出一下盘境 这跑的 箭步如飞啊 就跟坐了飞机一样 谁升级了 哎呀老婆升级了 好 燃火头10 可能以后军队多了 我老婆这也是要上一下阵的 也不知道孩子给谁带 现在我收的最高的已经变成五都了 这五都才两个建筑呢 这个丝绸之路加矿真实 去助攻 看看弟弟在干嘛 哎呀给建个秘密情报网 让我更方便的窥视我的弟弟 哎这个巴西真是 这十之无味七之可惜 这个组成在我私地那我拿着真的是没什么意义 升级还贵 因为这个是吃不到组成的加成的 所以你如果只有自圆点的话 其实意义不算很大 除非是什么服装厂这类特殊资源点 哎呀尊重举措 皇后的侄儿居然带着优越感皇储说话 是可人孰不可人 攻击他皇后不悦 但是这个我全派喜马一度加10呢 而且我肯定是要堆实力的呀 那强烈反对呢朝中逝世 这个也很糟糕 不满全派喜马一度简式肯定不行 那这种攻击他呗 你不愿就不愿呗 我人力很久了大嫂 皇后不愿 让你不愿就不愿呗 反正我跟禁忌国整体关系还是好的 你就自己生闷气吧 我的老大 我的一队要出来了 休息了一两年的一队 小安静 你来吧我的小天才 怎么你的 你的家破人王之恨我带你去报复 虽然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你们家灭了的 虽然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你们家灭了的 哎呀又没钱了 还是得找禁帝国爸爸要啊 欢迎请进 哎这个想给安静穿 嗯什么时候得了个这个 先能要点是点 这两个破东西也卖了五千块 这家可以给 想给你多带点铁骑啊老大 这个一千九百六价格还是没下去 这只有两个马场 但我 这真是无论如何都想要撕堆 先把安静的兵给招上 来两队毛病 好 这里老大 暂时先招一队铁骑 哎呀滴滴又来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跟那边是有其定的呀 这个炎无常见减六 而且你自己能搞定啊 这么小的事情都要我帮你吗 你那么大的军队就处在他下面 我看看能不能给他撕了 我已迫不及待聆听足下佳言 死了死了 这样我弟弟在这找我 我就可以答应你了 你可不要记恨你二哥啊 这个补云速度简直啊 这边已经一回合就快补满了 我看我直接这样从三路走过去打香样就好了 我这个是跑得很快很快的 根本不care的 站在国境线这里再等一回合吧 人被补满 哎呀还是不能开会 我这个官人也太少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到文明宗王啊 这我想多打点地方下来 然后到时候等级高了 等进帝国自动来请我摄政了 就舒服了 这样的话根本就不用上落了呀 自动来请我摄政的话 那皇帝自己就过来了 所以 开会啦 安定畜牧场 那我就畜牧场自己随便起个人呗 好啦司马畅我来了 你在我屁股后面烦了我挺久了 我直接先给你撕军脱 一会就知道你是不是高估我了 直接下来走到你向阳旁边 一会给你宣战 我这个走山路完全没有在走山路的感觉 哎呀我现在这里已经有全派系满意度高的这个buff了 就因为这个满意度加10的刚才那个选择带来的buff 因为你这全派系满意度高的加的正面buff还挺好的 减腐败嘛 好啦司马畅你已经活不了太久了 不知不觉已经299年了 我这边大后方也保证下来了 哎太好了天国之箭了 这赶快去给我的强项装上 可是没有方式跑啊 这根本就达不到任何套装效果真是烦死了 这个八王之乱剧本里面是没有方式跑的 好啦我来了司马畅 你已经活不了太久了 我估计我打他还是直接上就行了 没有什么需要手操的 看吧酣畅大圣 倒是给我一个手操的机会啊 你们这些人城里面都有些什么烂兵啊 老大又升级 哈哈我可以学致远了 这个移动速度再加上致远 过一会看看到底能跑多快 我感觉我玩过这个派系之后 之后去玩其他派系 估计都会被烦死 估计都会觉得跑得像乌龟一样大家 主要是我这边呢 我的老大和成像都有移动距离加成的三道buff 再加上这个实力形象和狂热带来的这个移动距离buff 乡羊看看你有什么人 这也没多少守军啊 然后畜牧场 这个畜牧场准备打下来之后送给白神 咦 你要跟我狗和啊 你的畜牧场被人拿了你知道 刚刚刚说完这畜牧场就被白神庭自己打下来了好像 王林玉鸟制造 公孙恒和司马尾之间关系加深啊 这个 这是那种随机的就是关系本来比较好的将领在一起打仗呢 就这样会随机出这种关系加深的事件 那就很好玩嘛 你说那种男的一天到晚在外面打仗 然后关系一天到晚就这样 笑得跟傻孩子似的 看你们多开心啊 不知道一天晚上军营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衣服 现在看着这种带着怪帽子你就得你就知道还有衣服了 因为这个帽子的效果是跟衣服配套的 这个基本上有工作经验的人 我都是内心把他当作一个细作来对待的 天哪他自己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他刚刚是被谁揍了 这我都没有必要去打他这支军队了 这个司马畅我直接去把他的向阳拿了 他下面还有一对也不满 懒得去攻城自动战斗 这样我弄死你我就直接去混河北边了 其实很烦这样自动战斗你确实阵亡了 这个伤亡很高 正好正好把这个恶心的储备步兵给换了 好了我又死带铁器了 这下我也没有必要去打将军畜牧场了 已经没有任何跟这个司马畅战斗的必要了 直接停战吧 你这军队就到时候无处安放的在外面游荡 估计也冲不了多久 反正不关我的事了 东西给我 好了我去黄河北边了 这下要正式的去干其他欺王了 南边这一块就推到这里了 司马轮 这个围上来你这里马上就会没有了 看看我其实可以直接跑过去 因为我从招出来的话比较贵 对啊你看我这样跑上去根本不是要几回合 这还是冬天呢 这个冬天好像是对移动距离有简易的 我就上去他跟我说 只要四回合我这还是没开极型军的 我只要开了极型军 那不得两三回合就上去了 好了下回合 张大哥想把别人给他的甲权都卖出来 又有人死了 令人讨厌的资源 这就是随机随机选择的这种 具体任务越来越多了 阵营那当然是实力了 当然是逮捕他了 我的实力 看了多少 还有一点才能到下一等级 这个到了下一等级 我的移动范围还会再加 这个思想 思想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会减满一度 到下一阵营就会减满一度了 这个我就尽量控制一下 不要到下一阵营 上来了 暂时不开极型军 等一回合把圆补满我就开极型军了 这个移动距离已经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感觉这种一般只跨几个郡的 根本就不需要顺移了 我这安定还修着一个收粮税的东西 可以拆了已经 这个已经过了游戏前期了 那么农业收入也很低啊 这东西没给我造成什么很高的农业收入 等一回合 哎呀 司马伦你主队怎么在那啊 你是在跟谁打架啊 那这样你不是把整个大后方都空的吗 让我直接就掏上去了吗 哎呀 鱼子同胞 我跟龚松红的关系又加深了 真的是 你们一天到底在干嘛呢 你们两个 这个我以前玩 孙策和周瑜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这两人不知道一天在干嘛 一天到晚就关系加深 你不是不可求高位吗 你怎么又开始闹了 你已经有点奇怪啊你 你肯定是别人派来的细作吧 我感觉我开急行军 这一回合就能跑到黄河里面 坐飞机了 我的阿伟坐着飞机就上来了 接下河 哎呀呀呀呀 好了 筋疲力竭 你跑了一个绳 你知道吗 来来爷爷 输爷爷 你还在跟禁敌国打仗 还是同盟战争 哎呀 你是 冥冥中感觉到我要来打你了吗 爷爷 这没用啊爷爷 实际一致 此人与逆贼司马良互相勾结 愿意为你笑了 这个 这肯定是保守秘密啊 因为我这边有一个debuff啊 五回合满意度减十 那我肯定 这个思想应该还到不了下一集 因为这个有debuff的 我一般都不愿意去选的 对嘛 这思想还有 还有35点 才会到100 所以我还不用怕 好啦 你这上面还有一队人 你什么时候在下面起来 一队兵 就根本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人 你好意思出来 你有本事就让他来打我 太好了 这个稍微再 还得稍微要点钱 嗯 这样我就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西北的 禁帝国西北的地方全都换过来 哎呀 这是个五级的丝绸之路耶 这跟禁帝国换的东西真的太棒了 他们什么都要跟我修好了 我根本就没有在研究解锁 这丝绸之路的建筑 然后禁帝国是直接帮我修到五级 这个太赚了 我想禁帝国这个金城五位的主城 得是多少级 好啦 我现在可以接希尔了弟弟 希望你能开心一点 不要再跟我闹 刚才那小队伍跑回上党去守着 有什么用呢 你守在那里也不会改变任何结果 好啦 说爷爷我来主动跟你宣战了 你还有同盟就一个长了王 根本没有在怕的 有必要吗 有必要啊 我的小弟这样一并跟他的 跟他的盟友宣战了 好啦我来了 哎呀 我这个好像是点错了吧 点到这个女的了 没有点那个上党农庄 那就先打你呗 不错了他投降啊 身上有衣服 招呗 这种投降呢 我只要可以不用担心 他是个细作 衣服扒了你就给我呆着 看了农庄是我的 还是没有给我手操的机会啊 都是酣畅大圣 你好像 阿伟好像里面没有穿衣服 他好像是光着身子穿着盔甲 我都看到他腋下了 此成归我军所有了 不行 不 司马虹 你好像也没有跟谁有什么关系吧 那我就顺便把你一起打了吧 上面有什么太原野门什么的一起打了都 不说这个派系就是就是长打吗 我现在有足够的实力打了呀 好了我起个二队 大家一起往上面打 我的火系天才出来 看看谁跟你一起 我去 我这天才大姐还是个大叉 一个大叉 本来就不满 还跟他们性格不合 跟这帮男人性格不合 我的流神也来了 我的木匠 这水木火其实是最基本的一种配置 你不合也没办法 你来吧 就需要一个天才水匠 双天才队伍是一定要配的 等一会闹了我再看看怎么办 给你两堆肉 来两堆带炖的肉 这边给你换铁器吧 我这个钱还够换一对 哎呀又是这个bug 1.2版本没修啊 这bug 就从游戏最开始就有这个bug了 有时修东西的时候 它就不显示 这bug一直都在 这样只能 你要不然去修个其他的 要不然就等下一回合吧 我这个树爷爷的主力队伍 在下面扎了个银 你不回来救你的上岛吗 你在下面扎银干嘛呢 哎呀我又生了 我老婆真的太能生了 好了你果然不满了 你到底是为什么不满 你升个官 看看你 你到底是为什么不满意 他跟谁都不合 他跟他军队里这两个大男人都不合 那就肯定是要减满一度的 要不要换一下人呢 但是我是不想拆掉我这一队 我这个一队太和谐了 这个双天才家老大都非常的和谐 我还是直接去打 一回合就跑过去了 是大雪天的 是群山为无物 自动战斗了 懒得攻城自动战斗了 这阵王这阵王有点厉害啊 自动战斗 升级了终于可以学圣断了 这个圣断在远程杀伤非常好 你就直接走左边去 去打上面司马虹的太原吧 我这个树爷 你都捡圆了 你还非要在外面扎营 他估计已经无家可归了 下回合下来打一下你吧 看你在那里 这种迎击态势 是勾引我下来打你吗 不知道你能活到什么时候 下回合 哎呀 司马伦没了 司马伦请求我 小弟又请求我跟别人宣战 那什么情况 不管你自己去打吧 我叔爷爷司马伦直接没了 他应该是被禁帝国 他应该是被禁帝国这个满边给干掉的 哎呀 这果然害羞负面司马伦 所以说你在洛阳旁边扎个营 你这不是找死吗 这个洛阳实际成守军 加上旁边禁帝国的满边 你这不是找死吗 你都没有给我杀你的机会 这样这不巴王就已经死了一个吗 加实力加实力 统统加实力 这个跟小弟捡关系了 我不管了 这个小弟他要是不爽 他就来打我 不然已经没办法 我继续往河北和东北推进 你这里有个满边啊 满边不过太原只有刺激 我说看看上去怎么掏你 我下面这边往安平走 哎呀司马优 司马优可以一起打 反正就在旁边嘛 这河东河夜 哎呀河东 我跟你还什么时候牵了 互不侵犯啊 撕毁 这河东河夜打下来 都是可以跟禁帝国换舞 西北那边地方的呀 宣战宣战 先下来打你河东 这间一回合就跑下来 略复上风 好啦 这个矿 我一队在这里 他说我略处上风 这个有点不爽啊 矿里有两队守军 那我就 来一次手动呗 这个给我 我要认真打一下了这下 不能再让大家看到 昨天那种尴尬的东西 碾碎这些蝼蚁 对 碾碎这些蝼蚁 好啦 这个矿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构造啊 这矿一般都是比较一手难攻的 我这种人打 我这边的人打还没问题 我这里就一对投尸机 不过这个投尸机都八级了 我就从 我就从这个门进去 投尸机排这边 到时候直接投尸机砸烂他箭塔之后 我就冲进去了 他那点 他那点兵力对我造不成什么威胁 那我这个就正常排一下 还要开始战道 那这些兵力根本就不算什么嘛 他骑兵那边也都是刀断旗而已 先就这样 他反正也不出了 我先就这样直接 我这边两个天才 我这个投尸机的弹药量还是大的 可惜就是没有天怒将军套嘛 这个八王DOC 我这边投尸机咋的慢 看看八级投尸机砸的有多准吧 很不错嘛 这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说这个版本的投尸机削了 不过等级要高了之后 砸起来还是不错的 快进 好砸你剑塔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火焰伤害啊 这个一般火焰伤害砸到百分之百了 就换下一个了 它一会自己就烧没了 好了换下一个 我这两个剑塔砸完 其实就可以往里冲了 它居然一个远程单位都没有 我感觉我很多兵根本就用不上 这场战斗 好了大家进去吧 就小心一下绕开它这个右边这个剑塔的这个攻击范围 这感觉我还没过去 他就应该会被我的投尸机给吓跑一点的 我的铁骑上 希望能给我的铁骑一点机会 不要等我铁骑还没过去 我这边就工程成功了 刺对毛病 刺对毛病走前面 他那边是没有弓箭手的 刺对毛病去戳他们 我现在铺天盖里的剑鱼能够射到他们 虽然我就只有四对弓箭手了 但这个弹药量两个天才加持下弹药量是很厉害的 那我弩手继续在后面待命 阿伟进去无双 哎呀阿伟的血不满 砸死你了 快跑 对快跑 砸了就快跑 图式机居然还有弹药 这边就是 他骑兵出来了 这一队刀盾骑就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的 这个前面的五队压上去就好了 哎呀 阿伟要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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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砸一下 看一下阿伟 进去了看一下我 阿伟快跑了 阿伟陷在敌人队中 阿伟冲出来 可以不用再进去了 我怎么总感觉我这几队剑兵俯兵进去就足够了呢 他这边人都跑得差不多了 这个也太简单了 这我后面的军都不用进去 不用承受任何损伤 就这四队承受一下损伤就好 挤在这里一堆人 关键 无法继续攻击就呆着吧 不会让你们上去卡的今天 咦 这里他 那队是什么情况不管 出去又进来 然后鲁冰就直接进去射吧 鲁冰就直接这样渐渐的从这里 你们四个从包一包 试图包一包他们 我感觉我这四队的伤害一半可能都是被有军给射到了 这个火力压制太厉害了 挤在一起砍 我觉得真实世界的战场也就这样 大家快看一看这个人海 一下子 太爽了一下子都摆起了 就现实生活中这个战场 我估计都是这种堆在后面 堆在后排的士兵根本就站在后面不知道在干嘛 进也进不去 前面两三排人对砍 再打一下子 安静小安静来放一个小安静放个固守吧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固守主要是抗远程 赢了 主要是也没事干嘛 天甲不留 逐灭敌军 这里 感觉总感觉这一场我其实也没干什么事 我后面的那些毛病疾病根本进都没进去 清一下 保持住 这就对了 清一下 这个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清病的必要用 我占这个矿 不过清一下也好像会多点经验值吧 这个习惯性的每场战斗结束都稍微清一下 好了全不胜利了 还是类数上风 不过应该战数很低 我的骑兵毛病全部都没有用上 500个人 还行 灌了他2000啊 这场打的也不爽 一块是要找一场阵地战来打 今天的这个计划呢也是完成的非常顺利 我这边呢入侵黄河100里的计划呢 在非常顺利的进行着 然后呢所以今天的进度我准备就推到这里了 明天呢估计这边有很多场战要打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录到这里 很感谢大家收看我的实况游玩节目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三连关注一下 我是丽雅我们下次再见啦